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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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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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小朋友 大家都见过我天未光 就去梅窝吃面包 或者天光了 去梅窝玩沙滩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去 还有还有什么玩呢 还可以去东涌 东涌那里搭巴士 搭巴士去梅窝 那去梅窝呢 搭巴士 搭巴士都可以去到梅窝 不过这层巴士都很久 都要搭40分钟左右 不过景色都挺漂亮 很多树叶 也会待会见到河 好了 下车了 我在什么站下车呢 就是这个梅窝街市 梅窝街市这个站下车 不过我不是去行街市 你猜我去哪一岛 看到这棵大树 之后转右再直走 就到了 这次我来这里 就不是买面包 而是我第一次去体验一种 很特别的艺术 就是做陶瓷 陶瓷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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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我也是 好开心 我要介绍大家 她是Fatima 女士Fatima 你好 Fatima老师 在香港梅窝 都住了一段时间 今天 Fatima姐姐会教我 怎样做陶瓷 谢谢你 你会教我 Fatima平时都是一个 专业的陶瓷艺术家 这些全部都是她的作品 你们喜欢都可以买回家 哇 这是一只龙 还有很漂亮的陶瓷杯杯 小心点 不要打烂 小心 然后 还有一些可以用来装花 那些花瓶仔 哇 哇 全部都很漂亮 嗯 OK 还有些茶瓦 哇 下面还有其他的杯 好了 不过我今天呢 就第一次 尝试体验做这个陶瓷 所以我做不到这么漂亮的 嗯 我应该今天都会做到一些类似的 我努力一下 嗯 做陶瓷可能会容易 整身都会有些泥 所以我就要 穿一条围裙 肥菌 啊 哦 还有还要拿两个水桶 Thank you It's a bucket and take the sponge 有个海绵 在里面 OK 嗯 嗯 那做陶瓷呢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譬如呢 有一块木做这个木骨 那还有一把呢 木的刀 还有呢 哇 这一枝是一枝针 一个针针 用来刀一些小味的东西 那这条呢 这条线是用来切那些的陶泥 切陶泥呢 就不是用这些刀的 是用一条这些的线切来 那还有这一块呢 是金属做的那些刀 是用来去改变那些的形状的 好了 那最主要的材料是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陶泥呢 我们首先要弄软了它 因为陶泥里面有些空气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搓搓搓搓 弄好之后就要拿起它 把它拍拍拍变成一个波波 好 已经拍好了 好 那我们拍好之后呢 是不是做棉花糖 这个绝对不是 用来做陶泥的 好 一开始呢 我们其中一个会用的用具呢 就是这个转盘 这个转盘 这个转盘 哦 因为它可以令到一个陶泥 变得对称一些的 好 那现在呢 它就转转转了 Fatima老师 有教我尝试 用转盘 去做陶泥 不过我Color依依 准备得不够好 因为呢 要剪短了所有的指甲 去做才会做到的 等我下次剪短些指甲 再完成这个作品先 好 那简单点呢 就是另一个方法 就是将它滚滚滚滚 滚平它 会占了两条 这两条长长的条状在旁边 去限制它有多厚 有多厚的 要均匀的 不可以有一些位薄了 或者有一些位厚了 这样才是厚度 厚度呢 厚度呢 会一样的 这裏有一块 软软的 软软的刀 再滑一点 好 那我呢 已经整平滑了 这裏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图案 譬如呢 我可以像吸引仔那样 吸引上去 哇 哇 那我想做了一个小动物圆 咦 这只是什么 这只是小刺猬 哇 哇 我吸了多少只 小刺猬 1 2 3 4 5 这只有什么动物来的 看一下 哇 是大笨象 大笨象 我吸了多少大笨象 1 2 3 4 5 6 7 8 吸了8只 好 哇 我还有羊咩咩 哇 哇 很多只 还有没有位置 有点咕咕 哇 耶 那 就做了一个底子了 这个是底子来的 噔噔 好 那这个呢 啊 这一块呢 就是我的小花瓶 我加了底子 我要呢 刮一刮那边 那边呢 令到它呢 会容易一点 黏住 跟着 我会塗一些 濕濕的 濕濕的 濕的涂泥 在旁边 好像 浆糊 浆糊 那样 和我的小花瓶的 瓶身呢 黏在一起 哦 跟着 我就搓搓搓 搓一条长长的涂泥 去遮住这条边呢 那现在还是很粗糙 很粗糙 不滑的 跟着呢 我就呢 用手指呢 去弄滑的边边 一路弄呢 其实摸到它 都是软软的 软软的 所以都是要慢慢 slowly 慢慢 慢慢 不可以急的 是哦 不要那么心急 不可以心急的 无论你是大人 还是小朋友 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 都可以令你很紧张的生活 和紧张的心情 都变得放松 放松一点的 那呢 卡拉伊伊这个作品已经一半 完成了一半 之后还做了一些波浪型的花边 花边呢 嗯 嗯 那陶瓷 陶瓷本身呢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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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是軟軟的 但最初是很濕的 非常之濕 太濕又不能做成不同的形狀 所以本身這個已經令到它沒有那麼濕 做好我們想要的形狀之後 就會放在這裡 等到它變乾一點 變到硬一點 但也不是硬到打在地上就沒事的 它要硬一點 然後才可以再加一些其他部份上去 譬如可以加一些手的柄 手柄 加了之後 甚至可以放進去爐裡燒 燒硬了之後就可以加上顏色 加上了顏色的作品 很漂亮 這個這麼大座的就是陶瓷的燒爐 現在很紅薄薄 因為現在已經是百百多度 百百二十多度 要燒到超過一千度 超過一千度那麼熱 就會把剛才那些涂泥作品放進去燒硬 嗯 好 小朋友 其實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因為 當我們燒完之後 還要等它慢慢冷 然後再來這個工作室才會再賞色 這個杯杯已經燒好了 不過沒有顏色 如果我們做我們的陶瓷是用來喝東西 或者吃東西的話 就會多數再用一張沙紙 沙紙 然後再做滑滑它 例如這裡有些位置 本來是粗粗的 有些粒粒的 我用一張沙紙 磨磨磨磨磨 不過這個應該主要用來 放些植物進去 這些不是普通平時的顏料 這些叫做右下彩顏料 Fatiman老師已經做好顏色 好 例如我卡拉伊伊就喜歡藍藍色 這樣就可以嗎 當然不是 然後拿海綿和水 好 每次就擠出水 然後就 哇 看不看見這些圖案 原來都頗有技巧 哇 我第一次上這個顏料 可以嗎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有一支很幼很小的 用來上色的顏料 要搖搖搖搖 然後我試一下 加上這隻羊背背 這隻是刺胃 這隻是刺胃 兩個方法都可以 做了些顏色上去 哇 我做完藍色 還有一些紫紫底色的圖案 然後呢 我喜歡加上淺黃色 好 好了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卡拉伊伊 化背 已經上完色了 然後就要加上一些亮面的液體 首先就要攪勻 然後呢 拿著一個最小的點 全放進去 咦 這樣就遮住剛才的顏色 不會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表面那一層 燒完之後呢 它會變成透明 透明的 好 然後呢 我就放進去這個燒爐裡面 燒好之後呢 放涼了 就有得拿的了 還有一些其他作品 嘩 而Fatima老師呢 亦都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右下彩給大家賞色 但是很有趣的 譬如呢 這一隻 這一隻看上去呢 不是很像紫色的 但其實本來呢 噢 當我們油上去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的顏色 但是燒完出來 是會變成紫色的 還有一個例子 譬如這一隻呢 不是黎黃色 黎黃色的 但是呢 它燒之前呢 是這樣的 是紅紅的色的 這麼有趣的 因為呢 原來裡面 譬如有一些金屬的物質 又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化學作用 當它一加熱呢 就會變成了顏色的 哈哈哈哈 看到這麼多顏色 我都很期待我的作品 燒完會是怎樣的呢 美不美啊 我好喜歡啊 加了一些植物 植物 植物進去 就整個家都漂亮了 耶 這一集 關於陶瓷藝術的影片到這裏了 有機會你們自己都來做吧 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 Color依依了 我的名字怎麼算呢 K-A-L-A 依依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